Hello,Man,我們先來自拍吧 今天這麼開心見到你 幹嘛?你搞什麼? 尊重你現場角度的重要性 角度來這個角度當然不行 首先要高插一點 不可以低插,不然就雙下排出來了 對呀,要高點 喂,自拍完了嗎? 上位了 對呀,導演喊 Hello,歡迎來到PTS氣窗玩樂頻道 我是今集的產品工程師Paul 我隔壁的是 Man,你們的PTS特約寶寶員 你知不知道在氣窗世界上 角度都很重要 就像桌上的EPG和EPGC 角度上就有很大的分別 這些這麼普通的東西我真的不太知道 不過有來這個產品工程師在這裡 不如讓你介紹給大家吧 你覺得什麼角度才最好呢? 如果你說自拍的話 一定不是要高炒或低炒 不過最重要的是沒有人想記 看你IG有這麼多美的照片 我教你的物理,你也教自拍了 嗯,一看就知道你經常停止我的IG 不過我在教你自拍之前 不如你教大家究竟 可以承受最大的力 特別是槍重的時候 尤其是槍重的時候 它受的力量最多 如果有這個褲口 就可以沒有那麼累 亦可以很擅長手 不如你也試試看 對呀,剛才 滑一滑下來的時候 他的手好像剛剛貼在我的手上 難道你剛剛抽我睡覺的時候 試過我的手? 難道我有做的話你知道嗎? 好了,除了這個褲口位之外 他這個握手的角度 是…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這個手握的話 我們是根據人體的慣性去設計的 特別是參考了以前做過軍人 甚至玩家裡他們擁有的經驗 特別是實踐過 這個EPG 之所以會比較直 是因為我們負責它是打巷戰 CQB特別是一些比較窄的環境 我們會建議它使用一個比較直的Grip 讓它駕駛得比較近 就例如短窗 我們就看到直窗壁是比較直的 真的打到你了 這個就很明顯是比較直的 讓我們屈到很近 還有在轉角的時候 瞧一下敵人是否要用的 而長窗呢 我們就這樣用 多數都可能有一支很大的鏡 我們就可以放到很遠 又拉出一點點用 這樣看 一拉下去 它就可以被手拉著力 特別是打遠距離 後駕駛力可能會更強 所以我們這樣一讀的時候 就可以很準地瞄到我們較遠的敵人 而這個角度 就是我們打遠和近最大的分別 我不說也不知道原來設計一隻這麼簡單的Grip 當中都有這麼多學問和細節 除了角度之外 我看到其實它旁邊還有一些不同的紋理 有些直 有些點點 那這些又有甚麼作用和有甚麼不同 我要怎樣選擇 在這些點點上其實最明顯的功能 就是減少我們出手汗的時候 去影響那個摩擦力 平時我們都要小心地畫 特別要小心手畫的 如果沒有這些食紋和點點 一戴手套或是徒手就這樣拿的時候 一有手汗或是戴手套 很容易就會滑 令到我們支槍有後載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反開 這些設計位置也有我們的心事選擇 我剛才在我看看它們底部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它們兩個底部有些不同 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好像有一個洞給你的 你這麼細心的 你有資格陪我們玩槍 這個洞是密封的 就是兩顆螺絲 可以幫你放一顆摩打進去 特別是我們電動槍 一定會用到摩打 就會有這個洞給你 而這個有一個斜貼的設計 有一個蓋子 一揭起就可以把你的充分部分 和一些小零件放進去 方便你隨時打的時候 可以開一個蓋子 有儲存空間 就可以放很多小零件 或者一些你需要的後備零件 聽你講解完之後 我就發現這個EPG和EPGC 其實它們都有很多很細節 很細心的位置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個產品的話 就記得要去PTS Deal Shop選購 如果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3號曲 like、subscribe和comment 還有按一下小鈴 下條影片的話我們就可以再見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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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主要是講一下TALK和自拍 不是TALK Grip Hello 我們今天你知道氣窗… 這樣嗎 不要緊張 好 你會放在這裡嗎 好 你會打PET 不是 有隻大鼻子 你不要緊張